和太冲决定快刀斩乱麻 先行情下殷素素再说 殷素素不是两人的对手 很快便被两人制服 这时张三丰带人赶荡 让和太冲尴尬不已 私下里跑到人家的地盘 偷偷抓捕人家徒弟的媳妇 怎么也占不到一个礼字 更何况张三丰的实力深不可测 和太冲审视夺氏果断放人离去 殷素素见张三丰如此维护自己 还让自己称呼他为师父 心中自是非常的高兴 时间来到两天后 各大门派以贺寿为名 先后来到了武当山 宋远桥深知众人来者不善 提前打起了预防针 道明今日是张三丰的百岁大寿 不宜再谈起武林恩怨 希望众人能够给武当一个面子 宋大侠 你不用来这套软硬兼施 在场的英雄豪杰 哪个不是刀里来剑 剧什么阵长为剑 我和太冲打个天窗说亮话 和太冲心知大事所趋 丝毫没有给宋远桥面子 他愿意做一回出头鸟 要张翠山说出谢迅的下落 其余帮派剑和太冲带头发难 纷纷离开座位 齐齐向张翠山施加压力 张翠山还未做出应对 少林寺的空文大师带人赶到 成坤赫然也在队伍之中 空文大师毫不避讳地说出来意 一是龙门雕局被灭 与张翠山脱不了干系 二是谢迅杀死了空剑大师 如今只有张翠山知道谢迅的下落 张翠山直面空文大师 说出龙门雕局的惨案 应当是有人故意栽赃嫁祸于他 至于金毛狮王谢迅的下落 他虽然知道可却不能透露半分 因为他与谢迅已经一结金兰 作为武当派的弟子 若是靠着出卖一凶狗活 想必也会遭到武林同道的唾弃 今日他张翠山头可断血可流 可就是不会说出义兄谢迅的下落 空文大师乃武林德高望重的奇朗 大师认为该如何处置啊 阿弥陀佛此事 别 张翠山听到张无忌的呼喊声 立马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跑去 房间中的音叔叔听到动静 同样来到了紫霄宫外 询问张翠山有没有找到张无忌 张翠山夫妇担心张无忌的处境 空文大师却不管不顾 把压力给到了张三丰 询问张三丰该如何处置 张三丰认为义字当头 他即便作为张翠山的师父 也不能抢递自己的徒弟 让他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嘿 原来一代宗师张三丰 是个户短 纵容弟子的伪君子 住口 不可对我师父如此无力 我实话实乱 你能来我怎么样 何才出 退下 张三丰让宋远桥退下 说出他开山立派以忠义为本 若是他交出的徒弟 为了狗活出卖义兄 他张三丰才是个人人唾弃的伪君子 是君子是小人 无关紧要 今日在场 大都跟金毛师王有血海深仇 张无侠 若你执意不说出谢郡之下落 小僧实在不愿意看到 兵刃相见 确然武当 成坤利用众人的仇恨和贪婪 再次向武当施压 企图迫使张翠山妥协 陌生谷这世战了出来 痛斥众人简直欺人太甚 特别是少林肆意行人 明明就是为了屠龙刀而来 还要假借血仇为名 根本就是当了婊子海力牌坊 空文大事件陌生谷如此嚣张 当即把目光看向了张三丰 指出张三丰的武功源自少林 今天他空文道要看一看 张三丰是否真如江湖传闻的那样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就请张真人 不吝赐教